我的天哪12块吃那么多东西 吃到撑 这里就是东大街 怎么卖的 这个就是过几摧 5块钱一碗 那我来一碗试一下 是甜的还是咸的 在这吃 在这吃 过几摧 咸的是吧 咸的 咸香的 这是炒的吗 涼的还是热的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然后炒的话就是做鲜 过几摧就是这个 是吗 那试一下 试一下 到这里 坐那儿 拿过去 5块钱一碗 也有人吃炒的 是吧 也吃不炒的 炒它会有口味 好 什么本地特色的糖醉吗 本地特色的 有那个小麦粥 有那个海大有没有 小麦粥啊 小麦粥 小麦粥也好吃啊 多少钱一碗 三块有五块的 你三块钱的多 凉的是热的 也不热也不热 有没有冰的 没有冰的 真是好吃 也不是很 那行你给我来个小 那个什么小 小麦粥 小麦粥试一下 这就是过几吹 岩浆十大美食之一的过几吹 这个是小麦粥 三块钱一碗 试一下这个啊 有点像米皮 厚切版的米皮 味道不错 挺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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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试一下小米小麦汤 老板 你刚才说糖水还有什么糖水 绿豆 来一份也是三块钱是吧 也来一份来一份我尝一下 早上没吃饭就是为了吃这些美食 绿豆汤 大家好 安部欢迎你是不是 对对对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是什么学的 天天说的 天天说对吧 对拍个抖音 对啊 给你发的碗子啊 可以吧可以发吧没事吧 那个粉还好吃的 那个一层半还好吃呗 哪个粉啊 哪个粉啊 我看呀 我看呀 哦哦这么薄 这多少钱一份呢 五块三块 你有搞三块的五块我吃不完了 我试一下好吧 就试一下 三块 安部粉 这好好吃啊 放那个蒜头啊 那这样聊 今天要备你调好的 好啊好啊来试一下试一下 我用那么多啊 少点三块就够了 没够一点给你去啊 我就说怕我吃不完 吃饱一点了 刚吃了一份那个 再来一份这个 这个老板也又好 又大班 是吧 哎呀太好了 今天生意形容 大家来安部的都来找我们这个老板啊 老板贵姓啊 李是吧 李老板啊 大家来安部都找李老板啊 他的他的那个店的位置就在 就在这个东大街这个牌坊的这里 就在这个牌坊一进去就看到右手边 店名叫一号快餐啊 那个老板呢 那个老板看到我在拍这个视频 他就问我是不是走做抖音 我的是然后他就送了我一份 然后他就送了我一份那个炒粉 你们啊 你们不用送啊 你们不用送啊 没事你们不用送 给了老板很大压力啊 李老板你做这个多久了 多长时间了 做这个 我今天这个报考做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哦 这是做这个 做这些都要做几年了 哦 做三十年了 做差不多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哦呦 厉害厉害 鲜铺肠粉非常薄啊 薄若肠意 嗯 这个肠粉也很好吃 关键是这一碗才三块钱 三块五块 我老家是河南的 但是我是在佛山过来的 我在佛山待了20年 佛山去过没有 没去过 广州吃过没有 广州就在广州旁边 广州 佛山 中山 山藏 西海 欧盟 河河 都可以去 北京 上海 都给我 你去了不少地方 便宜五块 便宜两块 好 好 来 谢谢你 上哪里 好 便宜两块钱 我给你做个广告 十几 刚才说十几块 我忘了 十几 十二 十二块 好 谢谢你 谢谢 很好吃 非常好吃 真好吃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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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兴隆啊 刚刚刚我说的那番话果然有用啊 老板 李老板少收了我两块钱 便宜了我两块钱 本来十四块只收了我十二块 我的天哪十二块吃那么多东西 吃到撑 吃饱喝毒啊 但是呢 安普镇的还有一个特产我还没有吃到 现在我就开车去那个地方去试一下那里的叫什么白河 把那个吃了就完美了 安普镇的美食我基本上都吃到了 好了